台北捷運穿梭在高樓大廈的地底 為了閃避管線穿越河流 路線的深度可以到地下39公尺 不過在大台北都會區 居然還有隧道挖得比縱橫交錯的捷運路網還要更深 直接來到了50公尺的地底下 而且這個隧道竟然還是挖來給台電用的 這個潛藏在地底下的巨獸 可以說是台電近年在台北都會區 規模最大的工程之一 也會影響到台北未來的用電安全 這麼重要的地位 正是因為我們平常生活中天天使用 但是卻常常忽略掉的電網 其實組成相當的複雜 發電廠產出來的電 電壓大約會落在11000伏特 到23800伏特這個區間 以我們日常家用常見的110伏特 或220伏特插座來說 這電壓就已經是100倍了 但是對於電力的傳說來說 居然還嫌它太低 必須要再往上加壓來到34萬5000伏特 才能夠減少從荒郊野外的發電廠 傳送到市區的過程中 可能發生的能量損耗 不過34萬5000伏特這個電壓 可能連皮卡丘都會被電鎖 不只是一般家庭沒辦法直接使用 就算是台鐵或高鐵列車 吃的也不過是25000伏特的電壓而已 所以必須要先在超高壓變電鎖 降壓到161000伏特之後 再送到一次變電鎖 轉換成69000伏特 二次變電鎖 降壓到22000伏特 最後再送到我們平常在馬路上 經常看到的綠色電箱 轉換成110到380伏特之後 才有辦法提供給一般民眾使用 然而這些在馬路上到處出沒的變電箱 經常被抱怨會有電磁波 影響健康的問題 連電壓只是從22000伏特 轉換成110伏特的都有這種問題了 就更別提其他的一次變電鎖 二次變電鎖 甚至是從34萬5000伏特 降壓到161000伏特的超高壓變電鎖 但是隨著都市持續的擴張 用電需求也越來越大 單一變電鎖能夠處理的電量有限 勢必要新設置變電鎖 才能夠應付人民的日常生活 以大台北地區來說 必須要仰賴細紙、板橋、深刻的深美 三座超高壓變電鎖 那麼多的電力集中在這邊 使得夏天經常遇到電量超窄的問題 促使台電從20多年前就規劃增設四座超高壓變電鎖 分別是古廷、大鞍、松湖以及仙渡 不過最後只有仙渡超高壓變電鎖 因為位在人口比較稀少的關渡工業區 在2011年順利完工啟用 其他三座都歷經嚴重的抗爭 位在內湖的松湖超高壓變電鎖 甚至在這幾年間 因為捷運民生細紙線的供電問題再次浮上檯面 被警告即使捷運興建完成 如果沒有松湖超高壓變電鎖送電的話 民生細紙線的列車也沒辦法行駛 到了2010年大鞍超高壓變電鎖的工程正式展開 雖然位置就在捷運中校復興站附近而已 但是用地原本就是一次變電鎖 當時遇到的抗爭相對比較少 不過緊接著遇到的難題 就是這個超高壓變電鎖位在台北市中心 如果沒有高壓電纜相連的話 那也只會變成一個空殼的變電鎖 可是又不能跟郊區一樣 蓋一連串的高壓電塔 把纜線連進去市中心 就算不考慮警官 高壓電塔要從哪邊找地來蓋都是個問題 在這樣的狀況下 就只能在地底開挖專門放電纜線的隧道 兩座崭新隧道的計劃被提了出來 一條從大鞍超高壓變電所出發後 沿復興南路、仁愛路、大鞍路後 接上捷運興義線開挖時就施作的共同管鉤 最後到虎林連接站 從地下轉回地面 透過高壓電塔一路連接到深坑的 深美超高壓變電所 這個路線被稱作大鞍深美線 而另外一條一樣從大鞍超高壓變電所出發後 沿復興南路、仁愛路、敦化南路、巴德路後 從賣帥一橋穿越基隆河 抵達松湖超高壓變電所的預定地 跟前面大鞍深美線 還能用信義路的共同管鉤不一樣 這條4.6公里的大鞍松湖線 全部都是新開挖的隧道 而且沿線還會經過捷運板南線、台鐵、高鐵 這些早在20多年前就已經開挖的地下結構 所以只能把隧道挖得更深 才不會影響到列車的營運 於是這個專門埋設電纜線的隧道 平均深度就到了45公尺 最深的地方甚至有50公尺 如果工程順利的話 那這條隧道只需要在大鞍超高壓變電所 跟松湖超高壓變電所 開挖跟地面連結的塑井 讓前盾機可以從兩側往中間推進 並且在敦化南路的分隔島上 設置人員出入口就好 台北市民們基本上完全不會發現 有一個巨獸潛藏在市區的地底下 但是在2017年4月29號 從內湖開挖到巴德路 跟光復南路口的前盾機 卻發現有漏水狀況 緊急強救過後 還是有砂石、泥水滲入到隧道裡面 連帶造成周圍地層下限 為了避免接近地表的自來水管 污水管、瓦斯管、電信等等管線 因為塌陷而衍生出其他意外 巴德光復路口緊急封閉 但是經過幾天的搶救 地層還是沒辦法穩固 決定從內湖灌入3萬噸的自來水 到隧道裡面 灌水兩天之後 土壤壓力終於達到平衡 下限狀況獲得緩解 地表管線後續也配合更換 在歷經3個星期的搶修 路面交通最後在5月18號恢復正常 路口大約呈現了11公分 不過並沒有影響到周邊建築物 但是前盾機在這次意外後 也故障無法使用 只能把原本已經開挖到城市舞台前的 另外一台前盾機 檢修並更換設備之後 多開挖一公里的距離 到台北市區監禮所前 跟另外一個隧道相連結 也因為工法的變更 巴德路有兩年的時間 馬路中間突然出現小型工地 在周邊沒有任何捷運的狀況下 可能不少人也不知道這個施工到底在做什麼 耗資36億元的大安深美線 跟大安松湖縣的隧道 都已經在今年9月完工 34萬5000伏特的超高壓 以及其他電壓比較低的電纜線 也會陸續布設到隧道裡面 不過這個工程還有一個關鍵 也就是位在市中心的大安超高壓變電所 必須要投入營運 才有辦法為台北市區供電 為了要提升市中心土地的使用效率 大安超高壓變電所 成了全台灣第一座 全地下的超高壓變電所 主要的電力設備 都設置在地下二樓到地下六樓 台電也希望藉由 把超高壓變電所設置到地下之後 可以降低居民對於電磁波的疑慮 減少社會對於變電所的排斥 至於地上的空間要拿來幹嘛呢 除了五樓以下台電會拿來自行利用之外 六樓到十六樓的空間 全部都設計成商旅 一共可以提供124個房間 預計未來每年都可以為台電 帶來5200萬元的額外租金收入 至於前面提到另外一個 爭議更多的松湖超高壓變電所 總不可能花了一堆錢 在台北市中心搞出工程意外之後 結果千辛萬苦挖出來的隧道 直接廢棄吧 在2019年台電決定變更設計 比照大安超高壓變電所的模式 把電力設備從地上改設置到地下室 但是周邊居民還是有疑慮 仍然沒辦法正式施作 甚至到了今年11月初的台北市長候選人辯論會上 又被副市長黃珊珊提出來 認為東區許多建設沒辦法建行 都是因為台電對於松湖超高壓變電所的態度消極 結果被質疑過去擔任內湖南綱選區議員期間 也同樣阻擋超高壓變電所的設置 根本沒有立場批評台電甚至是其他候選人 最後在今年11月24號 也就是地方大選的兩天前 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 通過松湖超高壓變電所的建設計畫 地上樓層預計會設置拖鷹、日照等設斧設施 如果後續工程順利的話 預計在2024年就可以開始供電 舒緩包含捷運民生細紙線等等的 台北東區大型建設的用電問題 目前大安超高壓變電所樓上的張旅還沒有開始營運 未來開幕之後你會想要入住 這個就在搜狗對面的張旅嗎? 還是覺得地段太過精華 所以住宿費用可能會高到難以接受? 又或者是認為藏在樓下的變電所 電磁波會影響到你的健康呢? 歡迎分享在留言區 也別忘記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並且把影片分享出去 讓更多朋友知道 這間跟變電所共購的旅館 以及潛藏在台北市區50公尺深的隧道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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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鈴鐺